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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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新年師父 還有各位師兄 師姐們 阿彌陀佛 晚安 其實來法爾上課已經兩年多了 來法爾其實是一個姻緣 真的 是讓人家很心痛的一個姻緣 可是我也是 有時候我自己心裡在想 我也蠻感謝這種姻緣的 能夠學到師父的法 因為以前聽過很多地方的法 我總是覺得說 他們講說作禪 我覺得有一點像 照本宣科那個樣子 並沒有真正講到一個重點 然後自從上了師父的一個課 聽了師父的金剛筋以後 我就覺得 哇 師父講的法真的是太棒了 只是我們太忙了 沒有時間好好的打坐 好好的實踐 就是師父教我們的這些法 真的是蠻可惜的 所以本來是想說這四天來水洗 後來師姐們跟我說 你印度十六天都關門出去了 那你在乎關這兩天嗎 我想想也是 對 雖然是診所只有我一個人 後來我覺得 嗯 想一想 我覺得這四天還是一個很好 學習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又把門拉下來了 所以很多患者說 沈醫師你又怎麼了 我說沒有怎麼了 我要好好再去進修 他說十六天不夠嗎 我說還有四天要再加強 這個是前頭的話 所以每次要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忙 尤其這四天 每天忙 每天忙 病人特別多 當你沒事的時候 都病患比較少 當你有事的時候 病患就是一堆 所以我禮拜四 我工作到六點多 所以收一收回去的時候 再開車回來 我本來就很怕晚上開車 因為我的那個視力不是很好 然後當就是有師姐跟我說 不能跟我同車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上就有一點害怕 嗯 我自己晚上開車的時候 又不是熟路的時候 因為我看路標 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慢慢的開慢慢的開 當美美師姐打電話給我說 全部的人等我一個的時候 我那時候又很緊張 我想說怎麼辦 他又再跟我講 我說不行了 我已經在高速公路 我已經違規接了手機了 嗯 後來我就想說 欸 師父想起來 我們就慢一點啊 要發揮我們的頓性 我說慢一點慢慢開 慢一點慢慢開 雖然我GPS就是 經過那個山洞的時候 它就已經停了 我是用手機的GPS 我想說那沒關係 我下了龍潭交流道 然後我再搜尋就可以了 這個是題外話啦 當這幾天當中 我覺得說去參訪印度回來 讓我的感觸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印度回來以後 巴大聖地回來以後 我覺得自己的在打坐各方面 我覺得也差很多 而且這種的一個改變來講 周圍的人 連自己的一個病患 常常來看你的人 他都覺得我們有改變了 所以真的就是 我們好好的殘坐 能夠把我們這種的一個心性 去做一些改變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極限制 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除了診所的事情 家裡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診所的事情 通常我們在診間看的話 我們還要留意 前後外面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的病患常常說 沈醫師你很厲害喔 為什麼我們在外面講話 你在裡面都可以聽得到 然後我們如果是小姐解釋的不好 我們還會進去出去跟病人解釋一下 其實有時候我從小就覺得說 心靈上很像缺少某一塊 我昨天才跟 雖然是親語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 跟中醫師姐聊了天一下 我說自從就是進來法爾 是聽了師父說的法以外 以後我就覺得 心中那一塊的那個缺憾 很像慢慢的慢慢的有補回來了 然後在打坐的一個當中來講 也讓我們體會就是很多 就是說其實很多的事情 緣起法我們只要不要去圓它 自然而然它就會過去 就像我們在打坐的這個當中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痛 真的我打坐的時候也是在痛 可是我想到師父說的法 觀身不敬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然後我覺得說 心是一個無常的 我們很多的是 身體是你的嗎 不是 我們的心不要去圓這個身體 慢慢的慢慢的 這個痛就解決了 然後以前我是一個急性子 時間到了沒有 時間到了沒有 然後呢當我想起這種法 我們要去頓心修 我們不要急躁 因為我以前就是個性很急 做事很急 很多的事情急在一起 我就很想盡快的把它完成 而且除了完成以外 要做到非常非常的完美 漸漸的漸漸的這些事情 我們在禪修的過程當中 就慢慢的慢慢的它就解開了 而且在做的當中 會覺得說 我們就放輕鬆 不管時間的流逝是什麼 我們在幾世的 好幾萬世的這種輪迴 都已經在輪迴了 這一次只不過是一個短暫 所以當你這樣子想的時候 然後專心我們的一個呼吸的時候 慢慢的時間時間就流逝 我們就可以做得比較長了 而且就是這個月我在家裡打坐 也比較勤勞一點 就是印度回來以後 我覺得自己的雙盤 如果好好的做 能夠做一個小時 有時候會覺得說雙盤的話 自己的一個力道 馬上身體很快就熱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會 先雙盤了以後 再慢慢把它改 痛了以後一段時間 再把它改成單盤 然後繼續關呼吸 不知道這樣子師傅對嗎 可以嗎 對藍傳是不對 因為你要堅持到底 因為堅持到底 要看苦地 看苦地 可是他還是痛 覺得 應急聲援 我們應急聲援 不要去緣起 可是他還是痛還是沒辦法 所以只能夠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的這個知識 然後再繼續 如果真的不痛真的是誤道了 講是簡單的 其實不簡單 對啊 可以理解了 而且真的 後來我學了這個師傅的法 我覺得真的不簡單好難喔 我們這個要成就真的 如果沒有專心的話 真的是很難 所以 我也決定 兩年以後 希望我能夠 順利的交棒 把他交棒出去 我覺得 我也不想再 再開診所了 真的 慢慢的我覺得 在學習佛法以後 我們的慾望就是 會越來越低落 別人聽起來很像 我們越來越不長進 真的 可是就是 我有朋友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說 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這樣子 我覺得說 我說內心的快樂 是你們沒有辦法去體會 內心的安詳 跟心的親近 我覺得 這個不是金錢可以買的 而且這種親近來講 對我來講 打坐當中 時好時壞 我們還是 要繼續不斷努力的加強當中 而且在打坐當中 對我們很多的方式 我們說 應急聲援 無償苦控無我 可是 真的他還是痛啊 所以再痛的話 我們只能夠稍微 改變一點點的一個姿勢 然後繼續做下去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方式 跟大家分享 然後在睡末的話 也祝福大家 能夠就是 繼續的努力的精進 然後用功不懈 然後謝謝師傅 大家努力 你要想一想 過去的阿羅漢 他們都是 偷播完 吃過飯 就在打坐 有沒有 那在十點到 到頂多 兩點睡一覺 或者是躺一下 又在打坐 我們不是 聰明不過 我們很聰明 就是用功不過 有沒有 如果像 他們這麼在用功的話 也可以成就 有沒有 阿羅漢 阿羅漢 在這裏 阿羅漢 在這裏 阿羅漢 在這裏 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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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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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羅漢